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如古语所言 寡言养气 寡是养葱 寡得养性 大道至简 繁在人心 寡是最好的修行 也是后半生最好的活法 寡思是精神的简父 清代小说家李汝珍在《静花园》里写到了三十多个有趣的国家 《非尺国》《两面国》《劳民国》《女儿国》《君子国》等等 其中 有个博律国让我印象很深 在这个国家 每个老百姓都不敢睡觉 因为他们总担心睡去不行 会送了性命 所以那里的人从出生起便日夜愁眠 混混顿顿 没有一天开心日子 由于长期睡眠不足 再加上忧虑过度 博律人的寿命也很短 看起来愚蠢的博律人 何尝不是生活中许多人的缩影 很多人过得不开心 不是因为日子太苦 而是想的太多 总是瞻前又顾后 把简单的事看得复杂不堪 烦恼也就跟着来了 不知你有没有过一种名叫副版的小虫 这种虫子 爬行时每遇到一个东西 就会把它背在身上 如此循环往复 直到自己被背上的重物压死为止 思虑过多 人变成了只知道负重的小虫 毫无快乐可言 常言道 有心者有所累 无心者无所谓 想不开的事就不要再想 没有发生的事也不必担忧 人生本过客 何必千千节 就像古人说的 眼里有尘三戒窄 心中无事一创宽 寡思 才能活在当下 得失一效果 潇洒度余生 寡言 是内心的强大 作家贾平娃年轻时因为普通话讲得不好 话一直很少 本来 他一直为这个缺点自卑 也曾多次试图练好普通话 但一次偶然的经历 却改变了他的想法 那天 他跟有些口吃的朋友在路上走着 碰到一个同样口吃的游客问路 不会讲普通话的他自然答不上来 可会说的朋友却同样一言不发 过后 他问朋友原因 对方笑着解释道 人家也是口吃 我要是回答了 那人会以为我在模仿戏弄他 原来 比起能言会道 懂得适时沉默才更可贵 朋友的话 解开了他的心结 也带来了极大的启发 此后他的话就更少了 后来 别人都惋惜他因为话少错失了许多机会 他却觉得寡言 反而让自己避了许多是非 增了许多智慧 在他看来 每次沉默 都是病除浮躁 修炼自己的过程 仔细体会 确实如此 人生就是一场无声的修行 人在年轻时 常会羡慕那些能言善辩 口若悬河的人 到了一定年纪才发现 世上最有力量的 其实是一声不响的沉默 说得越多 越容易陷入不必要的言语纷争 耗费心力 越成熟的人 越懂得把人生调成静音模式 很认同一句话 唯有守口如瓶的人 才能守脑如玉 守心如初 当你不再那么热衷表达 逐渐从说话者变成倾听者时 你会发现 自己的心是平静的 而这样的人 往往强大无比 寡深 是心灵的回归 看过这么一句话 生命本就是烫孤独的旅程 无论你曾赶负多少热闹 终究要脱下伪装 学会与自己相伴 喧嚣中难做自己 推杯幻展中难觅之音 独处 是我们一生的修行 寡深 才能得享真正的自由 漫画大师蔡之中一生 没有手表 没有名片 没有手机 除了休息 几乎所有空闲都用在阅读和创作上 常人难以忍受的独处 在他看来却是种享受 可以用整段整段的时间 去做最想做的事 再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了 1998那年 他宣布闭关 拒绝跟任何人往来 此后的十年间 他潜心创作 用画笔把晦涩的物理 数学知识变成了有趣的漫画 研究物理时 单是解开一道题目 就足以让他欣喜若狂 对他来说 一个人静静独处的时光 是对灵魂的极大丰富 村上春树在书里 也曾这么写自己的日常 跟谁都不交谈 跑步也罢 写文章也罢 我都不会感到无聊 和跟很多人一起相比 我更喜欢一个人静静地读书或听音乐 自由选择的独处 对他来说不是孤独 反而是种由内而外的解放 就像书中写的 当四周弥漫着无尽的喧嚣 我们需要为内心留一片栖息之地 任他人云亦云 始终保持一份清醒 听从己心 无问西东 任他人来人往 始终保持一份自由 安顿灵魂 积蓄力量 人生最好的状态 其实是寡而不孤 寡欲是灵魂的进化 前阵子看金剧演员王沛瑜的采访 被他的一句话深深打动 人每克制一份欲望 冥冥之中便接近一寸智慧 素有小弄小动之称的他 二十岁前几乎把金剧大奖拿个遍 那段时间他也曾一度泥湿过 赚了八千 能拿出五千去买衣服 买鞋 买眼镜 与物欲一起膨胀的还有食欲 因为没节制地吃喝 他迅速胖了十多斤 后来恩师刘曾富的一句话点醒了他 不要卫生机唱戏 这样你唱的就贵气 不局促 没有物欲 剩下的才是对金剧本身的欲望 从那时起 他便养成了吃素的习惯 网上超过六十八的衣服 几乎不买 如今的于老板 借着网络的东风 把金剧推广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眼前 他比从前更红了 反而更清醒地保持着跟林立的距离 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尽的 红了还要红 有钱了还要再有钱 我还是觉得 人最好的状态是淡泊名利 或许每个人一生都会经历两个阶段 还未看过世界时 总是蠢蠢欲动 想要拥有一切 但当你经历的越多 反而更能理解那句 人间智慧是清欢 你开始懂得 外在的虚明与物质 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快乐 过分追求这些 人就成了隆中困兽 反而失去了更重要的东西 就像陈坤在书里写的 生命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人 把民气 财富等身外之物统统拿掉时 拿不走的那个你 才是真正的你 民也好 必也罢 都是过眼云烟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说到底 人这辈子活的就是各素与简 追求的不过是清和景 很认同一句话 人活一世 无所不寡 则无所不清 人这一辈子 本就是个化繁为简的过程 寡的力量 让人活得更清醒 也让生活更有质量 寡思是一种智慧 寡言是一种清醒 寡深是一种自由 寡欲是一种境界 唯有读懂一个寡字 才能让复杂的生活回归简单 浮躁的心态重回淡然 唯有做到这个寡字 才能在这个喧嚣的年代 做回最真实的自己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